看看Masuration的PathSaber是什麽 其實它現在開始不出圖 你要理解一些英文其實是什麽圖形才最重要 所以要背索一些東西 現在有一個Solid Metal White Perisum 即是長方體 即是現在有一個長方體 對啦 長方體 不畫多得拉,你自己畫上去 有一個長方體 它的底面就是84 它的高度就是20 那這個東西又融了 融了就變成兩個相似的Right Pyramid 這兩個Right Pyramid的底都是Square 即是現在有一個大的Permid 即是一個大一個小的 你現在知道下面這個面積比是4比9 那現在就要找回這個東西的體積 Volume 那你怎麽算呢 即是這個東西的體積 其實應該是這兩個東西的體積 你記不記得它的Volume比是4比9 那這個對應變成2比3 那所以呢 V1比V2 應該是2 over 3 的3次方 好不OK 那你現在要找回這個體積呢 其實呢 就要拿回這個 拿回呢 V呢 Cm3次方 B The Volume 這個 Large Permid 這個東西的體積就是84 乘回20 OK 其實等於這兩個東西的體積相加 那這個東西的體積呢 那這個東西的體積呢 就要V就是V 那你用這條公式 因為V 當這個是V1 V1 over V是2 over 3 的3次方 那所以呢 你乘個V上去 V1呢 就是2 over 3的3次 乘V 那你加回2 over 3的3次方 乘V 就是你的體積啦 那這兩個是同類項來的 所以呢 是2 over 3的3次 這個是1個V 加回8 over 27 那麼多個V 等於84成20 1680 那你所以呢 這個1加8 over 27個V 是3 over 27個V 等於1680 所以你計算這個V 等於回 1296的 所以呢 the volume is 1296 cm 3次方 OK 那現在呢 B plus 又是很麻煩的 它說呢 這個東西的高度呢 這個東西的高度 現在呢 告訴你 是12 叫你呢 找回這個東西的總表面 面積 那你知道它的面積比呢 剛才說的 是4比9 4比9 那怎麼找回 你找到這個的總表面面積 不是可以找到這個的總表面面積 那你現在先找這個的總表面面積 那阿sir呢 那阿sir呢 現在畫下這個圖形 我去給你看 那我們現在知道呢 那我們現在知道呢 畫得美一點先 對啦 我們現在知道呢 這個高度呢 是12來的 我們知道這個東西的體積呢 就是1296來的 但是我們找這個總表面積嘛 那我們先找這個Base Area先啦 還有呢 我們要用狂動得是定理呢 要找回D一些邊場 和D一些的長度 OK 那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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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ase啦 那底的長度啦 DCN呢 是Be the Height of 這個 Lateral Surface 側面那個高度 那現在呢 我們先找回L先 用1296 那其實呢 三分一乘回L的二次呢 再乘回12呢 就等於1296 的 那你L會計到 18 來的 OK 這裏計算是18 那 那跟著呢 如果這裏是18的話 這裏是9 你用不是定 你找到一個D的了 9的二次加12的二次呢 就等於D二次 排Figure View 所以你計算D 看看是多少 15來的 那所以呢 你找它的總面面積呢 到Total Surface Area 這個 Large Permain 1 1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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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1 所以呢 就按機 看看這個多少 這個呢 就864 CM二次方 所以呢 Total Total Surface Area Om Small Primary 上面呢 應該是 因為之前的比例是4比9 那所以呢 應該是 864 乘4 OV9 就是 那個 小的總比的面積了 所以是 384 CM二次方 OK